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能起到吐固纳心和提神醒脑的作用 一开始练功时呼吸以九次为度 多了体弱的朋友可能受不了会感觉到身体发冷 一般以感觉清凉醒神为度 呼吸时尽量使吐纳量大一些 但也不要把自己搞得很紧张 练功还是以放松呼吸为主 相信通过不出一个星期的练功 大部分工友都能掌握到这个呼吸和放松的度 二 抗寒运气法 抗寒 以臂气见效最快 这里再加上了运气 使得大家在冬天演练时能更快地收到热身的效果 姿势同上 吸气时意念全身的气聚于丹田内 然后闭气 闭气时不要使劲 自然地闭一会儿就过去了 闭气时 聚于丹田的气沿大周天路线运行一圈 也就是从丹田 永泉 会音 百会 劳工 淡中 丹田运行一次 运气行气时不必意念观想得过分仔细 相反自然点若有若无点更好 气行速度以中快速为主 更多道家修炼秘法 意念运行路线只需一响而过即可 意念气返回丹田后自然呼气 意念气贯全身四肢百孩 然后自然呼吸调息几次后 再如上法避气运气反复练习九次 一般体弱的朋友经过几次避气呼吸练习后 都是产生泪热 常练更能聚成丹田气团 这里值得提醒大家的就是 练抗寒功法的意念一轻不一重 它是以气为主不是以意为主 另外对于吸必呼一个循环后中间 应该自然呼吸几次 这样可以调节呼吸 不至于造成气质不适 同时意念气行大周天时 意念一行而过 想细了 气必不久也没用 如果在意念没有运行完 一个大周天时就忍不住要呼气 那么就顺其自然的呼气 心里也请不要紧张 不会造成什么散气窜气的后患 体弱怕寒的朋友在这一节上 吸气注意不要一响菜籍天地的气静和丹田 弄不好还会使身体发冷 因为现在冬季将至天气转冷 清气控制不好入泉内会使身体感觉发冷 这一点是要注意的 等待身体体质提高后 不再胃寒时 就可以加上吸气采气乳丹田的意念 通过这种练功方法 一般一个月左右丹田内就会产生气团 而在初学的过程中 身体会出现气功八处现象 以热感为多 这是正常现象 三 太阳养生状 双掌离腹30公分抱腹状 轻轻异响丹田内一轮太阳 太阳发出明亮的金光 照亮全身 全身暖融融 通明透亮 站桩十分钟后即可收工 收工 搓热双掌 按摩头部 面部 眼部 拍拍命门 活动一下全身上下关节 深呼吸三次即可 每日早上练一次 每次大概30分钟左右即可 一 病人姿势以坐或靠坐式为最相宜 二 病人在练功初期不宜过多注意呼吸 以便迅速达到放松而吸字条 三 病人学会全身放松后 再学胸部放松 局部放松与全身放松结合 将更有利于平喘 哮喘大发作时应先放松局部 再放松全身或在全身放松的基础上放松局部 如局部出现紧张现象 可将局部分小段放松 由总支气管至大支气管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逐渐放松 四 哮喘发作时 陪护人员必须立即指导病人做放松功 轻声按三条线部位 根据病人不同呼吸速度 在病人吸气时 抱部位 呼气时念松 注意勿扰乱病人的呼吸 渐渐引导病人减慢其呼吸频率 领功尽量做到顺乎自然 勿急勿慢 诱导放松入境 耐心领功到哮喘发作平息 一般两到三个循环或稍长时间即可 丹田炼气 强身健体 丹田炼气法是炼丹小周天术和助肌之功 根据实践经过120天左右的洗炼 即可收到防治病患 强身健体 散布内气的绝佳效果 丹田炼气法着重炼丹田之气 第一步 调伸 一 坐视 单盘 双盘 散盘 均可 需选择最无痛苦的做法 以双盘效果为最佳 二 左手掌放在右手掌上 拇指指端相对 微微接触 放在腿上 靠着下腹部 食指微微张开 三 身体需端正 脊柱物挺物躯 肩一平 腰一伸 头一正 坐一稳 舌底上额 闭目垂帘 第二步 步场 一 意念坐在椭圆形的莲花宝座之上 宝座中间有一太极八卦 宝座外围有一圈正燃烧着的箱 做此意念就如坐在一个人很强的场能之中 练功效果极其明显 二 开天门 避地户 先提纲收缩会音 先意念百会学大开 开天门 已踩先天 避地户 已守太息 三 接着意念在天地之间 只有你一个人在练功 四周布满了真气 默念并观想 我在气中 气在我中 天人合一 气为我用 三变 那四方之正气已归正式 已养胎真 四 整体放松 接头 颈 肩 双臂 前胸 后背 前腹 后腰的顺序 一一意念放松 面带微笑 轻松 愉悦 利于入境 利于气血运行 五 排着纳心 调和身心 先开口把气呼出 一方面缓缓地绵绵不绝地把气吐出 一方面心想体内的疾病和气息一同吐出去 吐出气息之后 再闭着口从鼻孔吸收氢气 三变 呼吸和缓 气息均匀 快速进入气功状态 第三步 收神 故精氧气 一 意念夏丹田有一轮红日 光芒四射 照亮五脏 六腑 四肢 百骸 驱走病气 全身融汇在一片祥光之中 二 接着意念地层深处 有一束月光携带地阴之气 从会阴处直射夏丹田 头顶上空有一束阳光 携带宇宙阳刚之气 从百会处直照夏丹田 丹田红日与阴阳之气相融合 丹田更加暖融融 先天气 后天气 得知者 常似罪 保持一与二那种状态 做到知而不守 先存后亡 虚心宁神 不着色相 不落空之 虚灵不昧 存养记照 以一小时为佳 但觉呼吸和缓 空洞畅快 即是真正存神达化之功 如此夜夜勤行 日日记照 少年不过粤雨 中年不过百日 老年不过七年 自然而然 不知不觉 无中生有 天机发动 玄关撬开 而其中产已 特别要注意的是 想要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 就要先练好丹田之气 只要循序渐进 终有收获 以上就是整套功法的介绍 请大家酌情练习 切勿走火入魔 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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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